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如是说 4.诸位善知识对出离心的开示 下语巴格西 1.未解脱及骗之道之根本故 应严守戒律 2.未解脱及骗之道之核心故 应修持菩提心 3.未解脱及骗之道之阶梯故 应常精情积累而知 4.未解脱及骗之道之道 故阵骗之道之向导布 4.未解脱及骗之道之物 5.未解脱 就像沾潭与沾潭的香味一样 轮回与念盘就像水与冰一样 现空二者就像虚空与云一样 分别念与法性 就像波浪与大海一样 多龙八格西说到 一对假帝的显现不要执着 对有违法不要有偿直 2. 如坏一样的法坏面时 内心不要产生痛苦 3. 对欲望和烦恼不要减退退之地 不要接受事简发法 4. 不要自成对待恶友 5. 不要眷恋亲朋好友 5. 对上师三宝不要减退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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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对身体和财富 6. 对身体和财富 6. 不要过于贪求 6. 对身体和财富 7. 对文思修行 7. 对文思修行 8. 对力量散乱不要再谈 9. 对修持苦行不要减退安忍 10. 对他人不要减退悲心 1. 如果真正地寻求解脱道 手持戒律比智慧更重要 2. 跟随石修者比跟随传法者更重要 3. 千和待人比虚张深刻 4. 具有信心的道友比具有智慧的道友更重要 5. 不知法的困难可以克服 5. 跟随不如法者却有大过患 5. 跟随不如法者却有大过患 当观想一切轮回的过患 二 如不强制断除谈恋 将所拥有的资具如同地图般舍弃 不能除掉钥医的诱惑 三 自心没有信心 则得不到善知识的加持 故对上师因观佛陀像 四 如不观想无常 则会成为追求今生者 故相续中应依止无懈怠 五 内心若没有真实的修正 逆他之心不能持久 故于极尽处观修菩提心回药 一位秘咒师向清普瓦格西请求教员 尊者大 一 世间显现为幻化 对他不要之时 身躯乃血肉 无药之我 二 财富为货 三 轮回前世福报 不要求求 所作皆痛苦 不要忙于所事 三 轮回乃痛苦 不离向往 下 我刚八格西 一 我等如今获得狭满人生 只欲善之士 德文大乘佛法 此时应抓住机会 建议为乃士铺好道路 为解脱和骗之士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二人 怎样为来世不好道路呢? 首先应断除实不善 奉行是善 以此对峙贪求今生离异 三、要获得解脱 必须要对轮回升起燕丽星 要获得燕之火灰 必须要升起无体星 四、为了升起出离星和无体星 应当积累资粮 若不积累资粮 不能了知放逸 即使能知道这一点 相续中也不能深定见 虽然升起一点定见 也会消失 不能了意 五、因往昔漂流在轮回中没有积累资粮 反而积累了很多恶业 今生许多事情不能如愿以偿 都是没有积累资粮 没有断除恶业所致 因此一切法的根本可以归纳于积累资粮 因此一切法的根本可以归纳于积累资粮 在下二者之中 一切法的根本可以归纳于积累资粮 是在下二者之中 在下三者之中 一切法的根本可以归纳于积累资粮 而在下三者之中 在下三者之中 麒麟花是最绝的 或者是一切准备的 伤食趣趣那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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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